五 四 三 二 一起揭示 第四十屆的磁鐵球場 台灣激烈的直接籃球 然後進到現在又是不同的領域來講 其實瓊石碑對我們每一位籃球員 都是有很重大的一個意義 瓊石碑還是有區域多多不同膚色 不同人種的這些球員 我們可以跟他做交流 很珍惜每一年參加瓊石碑的機會 因為我可以透過這樣的比賽 可以接觸到不同的球員 然後累積到我可以長達三十年 籃球生涯的一個角色 瓊石碑對我來說 這個意義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再加上我覺得對於很多的朋友來說 暑假到了就是瓊石碑的季節 我覺得就是寧靜沒有國際賽的時候 大家還是可以看到中華隊的一個球賽 那一場我覺得是對伊朗吧 印象深刻是因為那天就是觀眾特別多 然後就很挺我們 我們也益盡全力 然後我們家的碰碰 那天也聽到全身抽筋 可能是在第一年的時候吧 對馬來西亞 因為那時候也是自己第一次入選中華隊 然後那時候還蠻多人的 剛好選中華老大哥要調整 然後有這個機會上場 我第一年打瓊石碑就是大一新鮮人 然後就是參賽的時候就是被對手嚇到 因為那時候我才剛上家住不久 因為我覺得瓊石碑它是一個很難得 可以跟球迷共同的舞台